超惊吓台湾儒學 加觀念搭配恐怖片 希望大家能喜歡這一系列我用心製作的台灣儒學者介紹 絕對是市面上最創新 還沒有訂閱成哲學新媒體會員的 請趕快記得去訂閱喔 請以實際的行動支持我們 今天我要介紹張淳甫與1930年台灣重要的儒墨論典 張淳甫在民國20年時於台北永樂丁市場開了新漢書店 就是現在現實的迪化街 跟現在的李春生紀念教會非常的近 走路大概10分鐘 他批購原來在亞唐書局庫存的書 亞唐書局這邊我補充一下 是民國17年也就是1928年 由連橫跟黃春城合辦 僅運作一年在1929年結束營業 專售中國古籍文具 張淳甫的新漢書店 購入原來在亞唐書局的庫存之書 頗有文化推展延續之位 張淳甫必勝致力於宣揚儒學 由北台大陸之稱 在講故事之前 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哲學新媒體的小英 我的專業是儒家 台灣儒學 兒童哲學 智力推廣儒學的哲譜轉譯 如果你對儒家類的對話型Podcast感興趣 可以去聽聽看我之前跟阿寶合作的 儒花儒花幾月開儒學留言中 接著兩個節目 如果你想要理解中國哲人 那超驚嚇系列應該是你一定要收聽的選擇 搭配張淳甫 我以2005年的深入絕地做搭配 這部片實在是太好看了 所以2009年又上映他的續集 深入絕地2 這部系列片我超級喜歡 每當生活過得不舒爽時 我就會去回味一下這兩部片 因此這兩部 我應該最少看過六遍以上 嗯 聽到這你就會覺得 你是過得多麼不舒爽啊 深入絕地描述著女主角莎拉 因為父親跟女兒的意外死亡和精神崩潰 一年後 莎拉的好友朱諾召集她的四個朋友 要去阿帕拉七山進行地洞的戶外探險 怎麼會知道 在地洞內等待他們的是恐怖的怪物 這邊必須要加注警語 如果以五顆星滿分來計算 這部片恐怖指數五顆星 噁心指數五顆星 創意度五顆星 片尾結局五顆星 完美滿分 朋友啊 只要被我打滿分的恐怖片 一定要找人陪著看喔 才不會下雨沒有人救你 本集是會員集 還不是哲學系媒體會員的人 你趕快去訂閱我們喔 只要你花稍稍的錢 就可以看到優質的文章 並且加入線上課程 而且可以在哲學系媒體的網站上 收聽到我超展開的 超驚嚇中國哲學 絕對讓你恐怖到吃熟熟 別猶豫 快點訂閱下去 下周我要來介紹周定山 還有他遺留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 《如是什麼?》這篇文章 真的是一篇很敢講的文章喔 而這一集我會稍微回憶一下 洪子瑋於2023年5月所發表的 《為何東亞獨裁者都愛儒家》這篇文章 不知道這樣的連結會不會激起大家的期待感 要扣連的恐怖片 這次就來點太空吧 2017年由美國跟英國聯合製作的一星智慧 先說這部片的結局我給五顆星喔 超級意外 超級好看 故事描述太空團隊在火星表面 執行土壤採集的任務 意外發現了生物 太空團隊懷著興奮的心情 富裕著這個外星生物 而且還給它取名叫凱文 然後驚喜並驚悚 一切都往脫墟的方向前進了 感興趣的聽眾下集務必收聽 我是儒學專業 超級愛看恐怖片的小櫻 約我吃飯還不如約我看恐怖片 應該更好約喔 希望你喜歡超驚嚇台灣儒學的介紹方式 我們下周見 掰掰 超驚嚇台灣儒學 們 exped限旅行 教鼓中指示 anki永提堡